醫院的管理層,因為你提供整個醫院的環境,整個醫院的管理制度,其他支援服務等等,你是有個整體的管理責任在那裏, 所以如果任何病人是出現了診治上面的問題,醫院是不能夠說不關我事,只是關某一個醫生事,或者某個團隊事, 所以他有這樣的責任,也有這樣的權力,如果覺得對病人有即時的危險,需要有保障的時候, 是暫停某一些工作,某一些專業人員的某一些職務,這個他要先做